事情不能改变 我们改变 Henry David Thoreau 无独有偶 在此案发生前两周 一个叫贝利的高一学生 用同样的方法在寝室自杀 一样的床单部 一样的打劫方式 一般来说 野外拓展是不需要带床单的 除非是他们一早就计划要自杀 因此校方把这当作是贝利自杀 导致的多米诺效应 但诡异的是 这次参加培训的学生共有六名 除了五名死者外 还有一名叫乔什的男生失踪 至今没有音讯 乔什是否在自杀前临时后悔了呢 他已经在树林里待了一周 还能平安活下来吗 由于萨莫维尔学院的声誉很高 甚至于FBI的局长 都是那里的毕业生 当局要求B.A.U.秘密调查此案 学校的历史可以制作到二战时期 在网络发达的现金 他们仍采取最原始 最严格的军事化管理 甚至连校园网和手机通讯都没有 大部分教官都是工作30年以上的老军官 很难找到可疑对象 案件的关键点将对准两个 一是所有事件的开端 学校年纪最小的学生贝利的自杀 二是失踪的乔石在哪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学院负责人商校介绍说 贝利并没有进行尸检 但他肯定是自杀 亚伦告诉他 自杀很容易伪造 一点细节就能推翻认定 他希望能深入了解 贝利死前的最后一段日子 商校说 贝利死前一直待在宿舍 他和自杀的五名学生全部都认识 乔石还是新生营的旅长 贝利的死对他打击很大 与普通学校不同的是 这里的学生们是战友和兄弟的关系 老罗和艾米利在教官的带领下前往现场 贝利死后 学校暂时停课 但并没有取消野外训练 用教官的话说就是 打仗难免损兵折将 虽然他们现在还不是士兵 但只要离开这里就算成人了 按照规定 活动时间为一周 但如果出现恶劣天气 教官就要提前来查看 要不是昨晚电闪雷鸣 尸体会再晚一天被发现 他们勘察现场后发现有一名成员是与其他人分开住的 教官认为应该是乔石 因为乔石是一名独行侠 父母介绍说他不是自愿来军校 而是被送到这里改造的 乔石的性格非常暴躁一怒 经常打架惹麻烦 父亲认为他是青春期冲动 但母亲却说并非如此 乔石14岁就已经人高马大 脱离了家常管控 发怒时能在墙上垂个窟窿 他们只好绑架时的把他送来这里 乔石虽然脾气坏 但母亲能感觉到他非常在乎和照顾学弟贝利 蒙根参观了新生的宿舍 发现床间距很小 几乎没有任何隐私 贝利很难在没人发现的情况下吊死自己 于是他选择了乔石的小单筋 此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连躺在旁边的乔石都没发现 自杀体现的是一个人对身体的终极控制 在一切都失控的情况下 人们靠自杀来夺回这种控制感 因此集体自杀的人很少会写下悔过书 但他们却在墓桩上留下了字 经过教官的勘察 发现乔石回来过这里几次 但警犬却没能找到他 他对这里非常熟悉 几年前曾试图在执行任务时逃跑 却被抓了回来 但他这次成长了 竟然放弃行囊减轻负担 教官直呼 岩石出高途 商校说 乔石虽然学业优秀 但是个不听话的学生 不懂得尊敬师长 学校一直在规范他的行为 第一年时会罚他们去洗衣房干活 当天贝利就是在这里干完活回到宿舍 他因为迟到还被处罚了 但这里的学生不会因为被罚就轻生 杨伦想不通的一点是 自杀的学生在出发前都会整理好床铺 那么他们哪里来的床单吊死自己 瑞德总觉得这个洗衣房有猫腻 光看他的位置 再远离宿舍的另一头就很不合理 不久后组员们陆续调查回来 结合大家目前查到的信息 将疑点还是落在了乔什身上 他暴躁不合群 符合精神病者早期的侧险 他个人能力很强 具有杀死同学的条件 BAO开始怀疑 乔什是否有谋杀嫌疑 教官带领巡逻队在树林里找了一页 但还是没能找到乔什 摩根将他们的疑惑告诉了上校 上校同样认为乔什有嫌疑 立刻组织更多的志愿者 将搜索范围扩大 如果乔什就是凶手 他是如何做到杀死五名同学呢 乔什在洗衣房和宿舍都是老大 能拿到足够的床单并不稀奇 如果那句抱歉是乔什刻下的 是否一只五人曾经做了错事 例如曾经伤害了贝利 法医经过检验发现 五名学生的死因不完全一样 其中只有一个叫塔克的学生 是真正的吊死 其他四人都是先被扭断脖子 再吊上去的 而那句遗言也正好刻在塔克的脚下 那么这会不会是乔什固步一阵 目的是为了折磨塔克呢 BAO认为目前这种推断还不够证据支持 他们决定再深入了解一下乔什 于是在学生中进行了更详细的调查 没想到这一轮调查下来 得到的信息却与之前的推测大相径庭 有学员告诉他们 乔什虽然脾气坏 但人品十分正直 相比之下塔克却是个昏球 学员还暗示塔克曾经聚重欺负乔什 但他从未妥协过 虽然乔什曾跟父母抱怨过贝利总是哭哭啼啼 但在贝利死后 乔什为了不让他父亲触警伤情 亲自将贝利的遗物整理后送到门口 洗衣房的新生也说 塔克经常欺负学弟 在洗衣房的床单上撒尿 他相信乔什会为了替贝利出头 而对付塔克 但没想到他会去参加拓展培训 因为乔什的分数根本不够参加 说到这个分数 就牵扯出学院的一项评价系统 领袖分数值 根据学院的表现 为他们打分或者扣分 只有分数超过20的才有资格去拓展 而乔什的分数只有16 塔克却是所有学生中分最高的 这项分数由上校全权决定 他不但给了塔克最高分 其余四名学生也都是分数领先的 换句话说 这个学校里简直是恶霸当道 欺负人的学生分数反而领先 而乔什这种领导们不喜欢的孩子 永远得不到肯定 为了确认乔什是否为贝利而杀人 摩根要求和贝利的父亲谈一谈 但万万没想到 贝利的父亲此时已经死在了树林的陷阱里 设陷阱是学院学生们的必修课 这件事难道又是乔什干的 那么他为什么要杀了贝利的父亲呢 艾米丽仔细检查他的随身物品后 令人吃惊的反转出现了 吊死五名学生的并不是乔什 而是贝利的父亲 在他随身的背包里 还有案发时没用完的床单 在他对那五人动手时 乔什逃跑了 他设下陷阱想保护自己 而贝利的父亲又陷入了陷阱 那么问题来了 在这个地图都没有标注的丛林里 他是如何找到那些学生的呢 唯一的解释是 有人将学生们的位置告诉了他 有一个关键人物一开始就在说谎 贝利在乔什的房间自杀 乔什和其他学生为什么没有听见 当晚在洗衣房到底发生了什么 乔什不够资格参加拓展 为什么又允许他去呢 商校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坚持原话 贝利的死是他自己的选择 乔什是杀人犯 作为这个学校的绝对掌控者 他隐瞒的事情不在少数 一是隐瞒了学校里有一部手机的事 不过现在被家下查了出来 二是对于贝利的健康状况 以和死因无关为名 不让医生写在报告里 实际上贝利在死前已经有气管和肺部受损的情况 明显是受到了长期虐待 另外其他男孩身上也有被烧伤水炮的情况 种种迹象表明 这个学校存在着比普通校园更多 更严重的暴力 调查到了这里 FBI对于这所知名军校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 施德劳斯原本对上校非常尊重 此时也直接发表了 贝利的父亲是一个官夫 他把他最宝贝的儿子交到这里 但这里的人却只有谎言 瑞德仔细研究了男孩们身上的伤 结合他们的工作环境 推断伤口都是工业烘干机造成的 以塔克为首的男孩经常欺负新生们 将他们丢进烘干机虐待 贝利自杀当晚 这种事再度发生 是敲时冲进洗衣房阻止了塔克 并与他发生争执 贝利悲愤地跑出去选择自我了断 而上校对这一切都知情 却默认学生们用暴力解决问题 贝利将事情写在了日记本上 虽然他没有提到乔时 但上校很可能故意误导了贝利的父亲 让他以为是乔时害死了贝利 还故意安排他也参加拓展培训 给了父亲为儿子报酬的机会 在贝利父亲的手机里 瑞德发现了孩子们露营地的坐标 是上校用手机发给了他 想利用他除掉乔时 这个一直反对他统治手段的学生 但他低估了乔时反抗的力量 也低估了一个父亲报仇的决心 通过贝利的日记 父亲知道了一切 于是杀死了塔克在内的五名学生 还将现场布置成贝利死时的样子 意再告诉上校 他们夺走了自己的孩子 自己也能夺走他的孩子 现在逃走的乔时 掌握了这个学校最阴暗的秘密 上校更会不惜一切除掉他 乔时在林中东躲西藏 他不断地默念口号来鼓励自己 但在接受了上校的死命令后 他的狗腿子教官加快了搜索的速度 BAO必须赶在他们相遇前找到乔时 加西亚查到贝利的父亲有辆货车 但他的遗物里却没有发现车钥匙 他们推测是乔时拿走了钥匙 而附近能驾车的小路只有离案发地三英里的一个地方 BAO很快赶到那里 乔时正和教官打成一团 并且差一点就反杀了 摩根冲过去制止了乔时 亚伦打伤并逮捕了教官 这场猫捉老鼠的追逐终于结束了 第二天一早 摩根对上校宣布他被捕了 他指使教官用手机将营地坐标发给了贝利的父亲 想利用他干掉乔时 而这不是因为别的 只是因为这个男孩不受他的控制 反抗他不可动摇的威权 上校仍然嘴硬 认为没人会相信乔时这种问题学生的话 摩根却告诉他 乔时已经成年了 他不但思想成熟 还很有力量 身为校长应该感到自豪 乔时对坐上警车的上校敬礼之意 他在这残酷的环境里学会了战斗 但同样学会了保护 最重要的是 他没有C波逐流 而相信他的人 也没有选择以貌取人 以上就是犯罪心理第七季第九集的案件 可以说从悬念值上来说 属于这一季的上乘水平 期间对于人设和事实的几重反转 人性讨论方面的深度 简直可以拍一部电影了 对这集感兴趣的小伙伴 推荐去看原片哦 好了 本期视频就为大家讲到这里 解锁更多精彩的重口味 念心暖心的小故事 请继续关注本系列更新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 再见